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再说我们的郑韵鹏政委员 好 我们接下来要带颖谈先看的是这个健保的部分了 这一次这个高一附设医院发生了虚报健保费 您可能都不知道说您的健保是怎么被A走的 因为卫生署长杨志良他决定现在要寄出一亿五千万元的罚款 也创下历年来这个处分医院的最高的罚款 而会处这么高的罚款呢 杨志良他今天就中批高一 为了A健保费 甚至可以把正常人的子宫跟软巢都给他割掉 他说这样的医生实在是太可恶了 非常严重的违反的医学伦理 杨志良动肝火为的是高一诈领健保费 还因此割除了正常人的子宫 我觉得可恶 对不对 这种是我们医界这么少数人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 你就说多多甲啊 这个AA健保啊 本来就不应该了 那居然还是用这种把正常的子宫跟软巢拿掉 医生为了钱不择手段 让曾经在高一任教十多年的杨志良 顾不得交情只能大刀阔斧 重罚高一一亿五千万元 创下历来医院罚款的最高金额 那个病人是没有病的哦 他还给他开刀哦 开了以后做化疗哦 之后再用假的检体去掺杂有病的病人的检体 故意给他混合 让检验人员不容易查出他是调包的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是非常非常要不得 捍卫意见尊严 杨志良说自己已经失去耐性 1.5亿元怎么算 高一一年妇产科健保费的数字 只是杨志良最近因为二代健保 已经被朝野骂到例外不是人 来一方面甚至还传出 因为杨志良将失去年底500万张选票 我确实有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国民党把我开除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我认为不会 拼二代健保 杨志良不惜要脱离政党后盾 健保开源节流 从诈领健保费开罚做起 十家医院七位医生还在侦办当中 中立新闻陈正汉方杰武SNG小组 台北采访到 我们看到今天杨志良是寄出了重炮 他觉得说这样状况也实在太可恶了 不过呢 今天很多人也把这个胶底放在他身上 其实现在所谓的二代健保的改革 这段时间有一些质疑 包括了所谓的单身惩罚这样的状况 所以呢 其实杨志良他刚刚也说出了一些 好干脆就开除我好了 但是就这个例子来看 真的是健保费 大家怎么样被A的都不知道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 甚至有病的 本来没病的都变成有病 然后结果再拿去申报健保费 所以这样的状况 这是现在寄出了重罚 但是有人要问的说 这寄出了重罚 是在这个二代健保 是正要改革的当下 而健保已经15年了 这才是第一次寄出了重罚 怎么看辉文哥这件事情 15年来有陆陆续续罚过几次 这一次是罚款金额最高的 那当然这个是卫生署的宣传站 大家要把它看清楚 因为这是去年的案子 去年到现在的时候 去年的案子 但现在才做 那卫生署就解散好了 去年就知道有这个情形了 今年才采法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这个叫标准的一一相互 就这么回事 那昨天杨署长在接受 友台的访问 就先爆料 没有人这样爆料 所以署长不应该在节目 这样爆料 你又不是张友华 你爆什么料 莫名其妙 那这个是整个 为推了二代健保的一个宣传站 这个行政财法是这样 就是说卫生署它是主管机关 它有财法 你要把一亿五千万 那当事人怎么办 当事人当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你说一亿五千万我就没钱 我认为罚得太重 他当然可以去打他的行政诉讼 所以最后财法的金额 不见得是一亿五千万 也不见得收得到 那至于这个杨志良讲的那个开除 这个卫生署署长是政务官 是没有什么开除的 要嘛就自己走 那因为杨志良他是国民党的党员 能是在开除党籍吗 有道理 我觉得杨志良的这个恋战 我必须讲说今天为什么 会有杨志良的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有一些啊 不明就里的人 一直在剖杨志良嘛 好像叶金川之流的 哇 杨志良做得好啦 这有个没的 其实这种的宣传 不只是中国时报 包括列队报的社论 都一定把杨志良扣坑坑 你可不可以闭嘴 可不可以少讲两句 可是杨志良显然是 自我感觉良好 我必须讲 我不敢说是五百万票 继续让这种人干卫生署署长 第一个 二代健保一定困难重重 第二个 国民党的五都啊 岂岂可危 真的五百万票就这样子 不会那么多票啦 但是但是 那个大家的反弹 一定反应在五都的选举上 可是在这个时候 刚好祭出这样的一个重罚 某个程度是别转移到了 这个二代健保改革 现在被骂的满头包的焦点呢 王老师 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我对这案子 我比较在乎的是 那个医生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其实还蛮严重的 我讲的不是只有罚钱而已 一个健康人被这样弄 我觉得我们这种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 我不晓得法律上 这有没有违法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蛮严重的 一个健康人去健康检查 他跟你讲说你有病 那这蛮严重的 我比较在乎这个 罚钱我倒觉得 可能是小事啊 刚刚辉文讲说 将来会罚都还不知道 可是如果人可以被这样 我们难道没有处罚吗 我不晓得 除了罚款之外 这可能就要问沈医师 在之前就先带你来看一下 除了刚刚讲到这样的案例之外 其实所谓的A健保的方法 这个夸张手法到底有哪些种 我们制作单位也整理出来了 除了就把本来是正常的人之外 把他搞到看起来是有病之外呢 还有呢 有一些A健保的夸张手法 包括了 医生他明明他自己是住院了 他还是可以在看诊 好 然后呢 同一颗牙呢 其实已经拔掉了 但是呢 可以看到那个申报记录上 然后已经是同一颗牙被拔了好几次 好 然后另外呢 更扯的是呢 有男人 他应该是就是 这个病例是拿掉了子宫 但是拿掉子宫的这个病例的民众 竟然是一位男人 好 还有男人越近不调的 男人越近不调 所以这不知道当初 在登记上面 如果说A的话 是不是也A的太粗糙了 然后再来呢 还有就是健保卡的持有人 他明明出国了 他还能够看病哦 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因为下面这个原因 因为现在会发现说 有医院的同一天 多次刷民众的健保卡 然后再错开日期来申报 所以可能会发生 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形 人已经不在了 但是呢 其实还会有这个看诊的记录 而另外呢 还有这种患者 没有住院 没有检查 没有开刀 但是医院呢 却申报了费用 所以这种种的状况 其实是事实上呢 都是整理出来 曾经发生过的现象 所以沈医师 依你过去的经验来看 这A健保 这个夸刀手法 是不是其实还有其他更多种 民众更不知道 自己被A了多少 其实讲到 男人的子宫被拿掉 当初我在挡 目前这个版本的 健保法的时候 我去预告大家说 有一天作弊会做到 连男人的病例 都会出现 月经不调的症状 果然被我讲到 那每次讲到这种 医生败类 就是说A健保 或是这种很大的弊案 我都感慨万千 那我有很多 不同的点来讲一下 其实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 像美国 没有像我们这种 社会保险性的健保 也很多作弊的医生 这个反正就是败类 但是问题我要看看 谁做这些坏事 美国的犯法的医生 绝大部分是外国受训的 就是外国医生 就是外国医生拿到美国的执照 就好像当年我在美国一样 所以就是说外国医生 人文素养 或者是道德自我约束的力量 比他们本国的医生差 反正看着是美国人的病 对 也不是 相对于美国这种情况 每次台湾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都很注意 说这个家伙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都很注意 那我现在不好意思讲说 大部分是哪个学校 但是我可以还稍微有一点尊严的 向大家报告 几乎几乎没有一个 也许有 但是我没有注意到 我的感觉上是 没有人是我的学长 或是我的学弟 意思就是说 台大医学院毕业的医生 比较不干坏事 这一点 这个是题外话